大家好 最近的经常有话有反映自己的君子兰养的挺久了 但是呢 总是养不出这个大作鸡出来 那么怎么才能够养出这个君子兰的大作鸡呢 其实呢 君子兰它是比较洗肥的 养护的过程中呢 肥是一定不能缺的 肥足它才能够养得壮 也就更容易养出一个大作鸡 而用肥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们首先呢 要给它在盆底垫上一点底肥来增加盆土里面营养 用肥呢 一般我都是拿这个羊粪来作为底肥 后期呢 再追适一点兰科营养液就可以了 但是除了用肥之外 还有两个小技巧是非常关键的 第一个小技巧的就是一定要尽量保护好底部的叶片 不要让底部的叶片烂掉 也不要随便的掰掉底部的叶片 这个底部的叶片呢 对于做鸡的形成呢 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用 如果你把底部的叶片给掰掉了 那么剩下的叶片也会往下塌 那么这样对做鸡的形成呢 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呢 君子蓝我们一定不要随便的掰底部的叶片 就算是底部的叶片 而出现一个正常的新陈代谢发黄呢 我们也不要自己掰 让它自然的枯萎脱落就可以了 第二点呢 就是一定要及时的把花剑剪掉 君子蓝呢 开完花之后呢 这个花剑一定要及时的剪掉 如果不剪掉 这个花剑会消耗植出大量的养分 那么也是不利于做鸡的形成 而且一定要注意千万不能让君子蓝受粉 一旦受粉消耗的养分会更多 那么做鸡也就无法正常的形成了 基本上的话呢 我们每年开花都及时把这个花剑给修剪掉 然后呢 大概剪掉四五次左右 这个大做鸡就能够形成了 学会这两个技巧 然后再做好平时的水肥管理 然后环境的通风透气 适当的光照 那么这样大做鸡自然就能够形成了 好了 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